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志是个基本功夫 何为立志 立什么志 现在时下 把立志总搞错 你问年轻人 高中生或者大学生 你的人生志向是什么 每每回答为将来做科学家 或者将来做企业家 这叫择业的理想 不是人生的志向 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现在立志要做企业家的都比较多 我有一次跟上海的高中的名校的学生讨论 座谈 那么谈谈立志的事情 谈出来基本上都是择业的志向 不是人生的志向 所以我就要纠正他们 我说你们谈的是择业理想 我想问问你们人生的志向是什么 居然都说不出来 当然因为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这个阶段 当中没读过大学嘛 四书之首大学 大学三纲零 他们不知道 大学知道在明明的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就是人生志向 这是人生志向 我们怎样度过自己这一生 让我们的一生成为精彩的 有意义的 或者叫光辉的一生 如何成为光辉的一生 阳明自己做到了吧 所以临终的时候 自我评价 死心光明 义父何也 不用再说别的了 他不会回顾自己 建了多少功劳 平定了宁王 朱成豪的叛乱 还造出奖学 有许多的弟子 跟着他 不说这些 只说这一辈子度过了 达到了人生最高的境界 至于至善 这是人生的志向 具体而言 叫此心诚服天理自己 一个基督徒的能生志向 是什么 在走的时候 经受住了末日审判 死后灵魂到天国去了 这是不是他的能生志向 不是这一理想吧 这是两回事啊 到天国去 跟上帝永远在一起 中国人当然不是宗教的民族嘛 那么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人生志向 卢家表达的最清楚 当然佛教徒有佛教徒的人生志向 把这一世拿来修的啊 修成一个涅槃境界 终于不胜不死 摆脱生死轮回 这是一个佛教修行者的人生志向 那么在卢家看来还是死心 那么在卢家看来还是死心 过分了 不知子 好高勿远 所以王延民批评了是吧 要知子 子在哪里知 子于至善 就是对的 这个孔子也不回答死的问题 为之生 焉之死 就是说你把生命本来的意义还没搞清楚 叫为之生 你讨论什么死呢 为什么要讨论死呢 讨论死就要回答个问题 死就意味着什么东西死掉了呢 身体死掉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能是精神的存在 要把死说明白 孔子说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还没把生的意义搞明白了 生的意义搞明白了 然后再问 这个意义一旦形成了 他会死吗 他不朽 这叫三不朽啊 对吧 立功立得立严 三不朽 还有什么死的 没了 没什么死的问题了 路加 境界很高 以自己短暂的一生 充分实现了什么 天下关怀 这叫立志 不是立职业的志向 立人生的志向 我举个例子 前伟长 我们听说过三前之一吧 了不起的 物理学家 他当初不是学物理的 他考北大 要去研究历史吧 他是前目的知识 深受自己舒服的影响 所以对历史极其爱好 那么他这方面有天赋的 所以考北大都是考历史 他这个历史考卷满分啊 但是你考北大不是还要考其他科目吗 物理学的考试分数很低 当他得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去读历史了 到历史系去了 得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同时 九一八十遍 东北三省沦险 九一八 日均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 消息传来 他立刻跟北大联系 我不读史学了 我要读物理 北大说你不行啊 你的物理考试的成绩 这么低啊 你还是涉合研究历史吗 他说不 今天我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我们需要的不是史学需要的是坦克大炮 所以我要研究物理 北大当时还是比较开明的 你一定要转到物理学系是吧 那么可以 但是你只能作为预科 不是正式录取 你到物理学系去听课去学习 期末考试如果你的成绩可以达到班级平均水平 你就转到物理学系去 这时候的前委上拼命了 他的物理的基础很差很差 那个考试成绩太低了 他得补啊 拼命了 到期末考试他明里前茅 在这个专业里边 物理学专业里边明里前茅 自然转成了 独物理了 后来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转呢 他说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业 非常感人 他本来有一个责业理想是吧 好好的研究历史去 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史学家 那他这是他个人的责业目标 专业的理想 抗论战争来了 民主也遇到大苦难了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原话 这叫人生的指向在 这叫立志 立志指什么件事 我看杨明的回答 杨明的说法 这个路程路的第二节 路程问立志 是吧 问立志 杨明说了 只念念要存天理 就是立志 能不忘乎此 久则自然心中凝聚 这种心中凝聚是意味着什么呢 很像道家所说的接圣胎 那个胎儿啊 要接胎吧 接圣胎是道家的功夫 所谓道教修炼内功 叫接圣胎 那么对于隆家而言 什么叫接圣胎 就是立志 使天理之念长存 就不能遗忘 念念存天理 寻至于美大圣神 这个寻就是渐渐的 向前进展 终于达到什么境界 孟子说的境界 四个字 美大圣 这个圣能的圣 神 就是神仙的神字 美大圣神 美大圣神的境界很高了 是吧 他从哪里来的 一直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 所以立志 游如接圣胎 然后这个胎儿慢慢长大 最后出生是吧 婴儿 婴儿慢慢的成为成人是吧 那么就是境界越来越高了 嗯 总是那个接胎出发的 所以立志就是 犹如道家所说的接圣胎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起点 人生不能不立志 这个立志不能等于今天讲的 未来拙业的志向 而是人生总体的志向 这是很根本的 这个美大圣神 在孟子中 孟子这本书里 静心偏下 可欲之为善 值得我们向往的就是善 有诸己之为信 不要向外去求 反求诸己是吧 那就是我们有信心了 然后呢叫充实 充实之为美 一个人立志了 慢慢的就心灵充实了 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 有许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 终于奢望了 让我们遇到的处境 让我们奢望 但内心是充实的 这个圣胎在嘛 内心是充实的 充实之为美 然后还不断的向 向更高的境界进展 充实而有光辉 自为大 就有气象了啊 大而化之 自为圣 大而化之现在倒成了个成语 但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现在我们成语讲这个能随随便便的 什么事情来了大而化之 好像不认真不注意细节 这是现在这个成语的用法 但是本来的大而化之是什么 是圣能的境界 什么叫圣能的境界 因为你已经达到大了嘛 充实而有光辉 你就气局大 气局既然大了 遇到什么事情都能什么 应付的很好 能化 大而化之 就所谓以不变 应万变 那就圣 这种圣能的境界 旁能简直无可测知 你知道 那就圣了 圣而不可知之 自为圣 这么高的境界 其实是从哪里来 从立志 来 念念 纯天理就是我们的志了 此纯天理之念 不断的纯阳 扩充 忠于什么 美大圣神 读到这里我们会想起禅中 而儒家讲念念纯天理是吧 禅中讲什么 念念禅定 看来这是禅中的立志 跟儒家不一样 儒家的立志是念念纯天理 禅中的立志念念禅定 那叫修禅 那叫修禅 念念禅定全面还应该加四个字 世世空行 儒家说做事情要认真去做 要下主义之功 要把所做的事情当成什么 把它做成天理的呈现 不要有别的想法 这儒家 主义 世世主义是吧 佛家来说世世空行 看来正是有意思的 佛家讲空理的 儒家讲人性的道理 叫性理是吧 那么佛家讲空理 一个空字少不了了 所以叫空行 我们顺带说明一下空行 什么意思 人生在世要做多种多样的事 此事彼是千事万事啊 佛家跟我们讲什么 为什么做事情 为什么这些事情你是必须做的 宵夜嘛 那就是佛家的前提 修佛的前提 相信三世因果的 这辈子做人叫现在式 先前来过多次了 叫过去式 累事累劫的 我们都曾经做过许多事 事情结束了 有东西留下来 那叫夜 这些夜汇成种力量 叫夜力 再度把我们抛到这世界上来 进入现在式 那么这个现在式 要做种种的事 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 别人做那样的事 各自的夜不一样 我的夜肯定跟 跟那个富豪排行榜上有名的富豪 的夜不一样 他们成了商界精英 或者是高校教师 这差别大吧 很大 为什么这么大 前世规定的 有人都有来历 儒家不讨论这一套 佛家讨论 当然也没办法跟佛家 这个 教证啊 你怎么知道我们都有前世的 拿出证据来 拿不出证据 因为你要佛教拿出证据 你等于要佛教成为科学 佛教不是科学 凭我们自己的领悟 啊 我们就以这种领悟做前提啊 每个人都有来历 这个来历就是前世 乃至在前世 我们所做的事情 留下的业 人与人之间的业不一样 与人与人之间的来历不一样 我这辈子恐怕永远做不成 什么商界领袖 商界精英的 因为这不是我的业嘛 我的业就是什么 吃开口饭 吃冯笔灰 做教书架 也不要自以为是 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简称教员 连师子也不敢当 教师们要有境界了 咱就是教员也行 为什么 削业 削我这份做教书将的业 这就是做事情 什么叫空行呢 做事没有别的目的 对一个佛家修行的人 做事没有别的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把那份业削了 不要有任何别的目的 因为这是生活的真相 佛家跟我们讲的啊 你认真去削 把业削完了就好了 所以做事不要求结果 做事干嘛求结果呢 做事本身就是目的啊 就是为了削那份业嘛 你业没削完还得做下去啊 就像我现在业没削完呢 作为教师来说是退休了 但还在讲课呢 业没削完 当然也蛮苦的 是吧 佛家就跟我们这么讲人生的 所以做事不求结果 最好他没结果啊 因为有了结果 万一就业未消 新业又来了 你本来是消业的 结果你又造业了 所以最好没结果 但事情总有结果 你要让这个结果 不是你所造的新业 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结果 不是你造的新业呢 你做事情的整个过程 没有牵挂到那个结果上去 这个结果就不是你造的业 认真做事不求结果 这叫世事 空行 认真做事 是者求天理 佛家 叫主义吧 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的结果 对自己有利与否 不用考虑 别人是赞美还是批评 也不用考虑 这看这事是否是天理的成全 若是便好 如假 主义自公 先前讲了 佛家讲空行 其实也是佛家的主义 专注一件什么事 宵宴 别无其他 若是是空行的话 你整个做事情的过程 一定是什么 念念惨定 你本来就没有关心结果 也没有想这个结果 对自己是好还是坏 是有利还是有害于自己 都没有关心过 既然是没关心过 你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遇到挫折困难 困难 阻碍 你不 心不会乱的 因为咱就在消业呢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啊 千难万难的 你做事之前有计划 你要创办一个企业是吧 这个话又说的不好 叫创业 在佛教看来这很奇怪 你创什么 你还消也还没消呢 还创业 啊 那么 有计划啊 计划书都写好了 还有高手指点 来 好了 开始创业了 嗯 嗯 结果创业的路途呢 每一步都会 触服你医疗 许多意外的 根本没想到的因素 就闯进来了 结果就打断了 打乱了你原来的计划 它不像你以前设想的那么顺利 按部就班的前进 企业一天比一天长大 没有这样 但是如果你是修行者呢 佛教的修行者呢 你不会软的 因为你 你这个计划书的 所制定的创业的目标 你也知道 其中没有你的 这个企业为什么要创 先要说明白 创业书第一件事情是 本企业为什么要存在 社会需要 你把社会需要论证过来吧 肯定论证过来了 论证了社会需要你去创这个业的吧 办这个企业的吧 社会需要跟你什么关系呢 是民族的共业 民族有共同的善业 要你去加入 是不是这件事 你通过造民族共同的善业 创民族共同的善业 来销自己的业 搞清楚关系 一个创办企业的人也是销业 他创的不是自己的业 创的是社会需要的善业 那叫贡业 是吧 这贡业不是你自己的业 你通过参与共业 什么小个人的业 你能从这一点想明白吗 想明白你是真正的佛家修行者 你创的那个业 你办的那个企业 无论是大还是小 其实它是天下制公器 不是你的 你如果认为是你的 就我之 其中无我 你把无我的东西当成我 不是颠倒了吗 就像我研究哲学 哲学是我的吗 不 哲学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事业 自古以来就有了吧 从先前在中国 从先前在西方古希腊 有了吧 人类共同的思想事业 然后我加入参与其中 为了消我这个个人的业 所以我是为哲学佛物的 不是被哲学佛物的 我所创办的企业 我是为他佛物 因为这个企业是天下制公器 我为他佛物 不能让企业为自己佛物 把企业为自己佛物 那叫把企业当成赞钱的工具 工具和机器了 是吧 现在我们自然都这么想的嘛 什么叫企业 资本挣扎的机器啊 没错 经济学管理科学都这么说 我们都承认 就是有利润吧 你创办个企业是不是有利润目标 你没利润了这企业就完蛋了吧 好 你就自觉的进入资本逻辑 遗忘了佛家的境界 利润是企业生存的手段 不是企业生存的目的 不要把手段东西当目的看 其他目的是什么 为社会佛物 为什么需要利润 没利润他不能活 不能为社会佛物了 我们现在倒过来的 把手段当目的看 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要纠正过来呢 因为一般在这个资本和技术的文明中 每一个人去创办企业的动力啊 动力都是利润目标在引领 是吧 那么利润越高呢自己越成功 个人生活得到大大改善 这是不用说了啊 还终于达到这个 这么高的利润 这个企业的拥有的资金的量 大到给你几辈子活都 都用不掉你知道啊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承认他不是你的 哪里是你的 天下之功器啊 你一开始是为了脱贫谋生 捧了个饭碗子 去讨饭去的 结果没想到饭一套一朵 多到后来吃不下 吃不下很简单 它是共同的社会的 天下之功器 分给别人不讨饭的人吃嘛 比方说我做一学问了 我就不讨饭了吧 但我要吃饭的 那么你拿点果来给我呀 在佛战大学创办一个基金啊 设定一个基金会嘛 设立了讲教经 讲学经嘛 科研成果奖嘛 对吧 这就正当了 这叫承认你的企业的财富是天下之功器嘛 佛家的精神 所以你在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对吧 对吧 各种各样的阻列 各种各样意外的因素闯入 你不用 心不会乱的 为什么 本来就知道事实空行 自然会什么 练练成定 千难万苦 不足以 让我居上 我本就是消业的 你消业能不认真吗 不吃点苦头 你怎么消这个业 这是你的业嘛 该消的好好消 别躲闪 不要躲闪 我消了几十年的业了 消我这个做学问讲课的业 我们家里中典工 每次来周觉得我才服安工作呢 他后来就感慨 你蛮辛苦的 我说我跟你一样 中典工啊 是世界就中典工 有限时限刻完成了 你不能拖的 我家用的那个中典工 每天要为师傅人家做中典工啊 他也很累的 这里干完了 马上奔向另外一个家 是吧 当中一点点时间吃 吃几口饭 继续干 我那也是废情忘事 终于到下午三点钟左右 哦 午饭没吃过 肚子饿了 一样的 你不要躲闪 不要认为这是困难 这是苦头 佛教告诉我们 人生就是苦 夜要消 你怎么办 好好消嘛 这叫世事空行 然后呢 做起师来 那个境界叫什么 念念禅定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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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进来了 你看 你就知道这是象 要离这个象 离象离象 外离象就禅 内不乱就定 喝起来就要禅定 念念禅定 如果 卢家呢是说 念念存天理 你怕什么呢 你立了智的啊 一个立智的人 真立智的人 这是很坚强的人 是心灵最根本的力量 叫圣胎 他慢慢的就美大圣神啊 这个境界 这个气觉 气觉越来越大 什么都撼动不了他 就从那圣胎来 这就是立智 念念存天理 以这个做根本的 人就站稳了 方站得住 所以我们中国人 是有福气的啊 有儒家的思想 指点我们 又有佛家的思想 让我们想开了 咱就消夜 也坚强 还有道家呢 这里还没空说呢 道家家无为 而无不为 那境界也高 把来自人自己的因素 都洗干净做事情 什么叫来自自己的因素 来自小我 我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目的 我要设现怎样的愿望 我要设现我的愿望 要用怎样的经验 手段 知识本事 全是人为 去掉 就去做那事 把来自人自己的因素 拿干净做事情 一定暗和天道 天道就是无不为的 所以你在无为中 你做的事 你做的事的效果 就是无不为 因为天道无不为 境界也大 路到佛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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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们现在只是讲路家 像阳明星学 那个立志的功夫 就是不可忘 其实他跟主耶是一致的 所以从主耶讲到立志 因为立志是念念存天理 不可虚于忘之 别的闲思杂力 别掺杂进来 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 阻列障碍 只有一个念 让天理成贤法 怕什么呢 你跟天理站在一边 你害怕啥 那么到佛家也不怕 咱本来就没求结果是吧 论论真真宵夜害怕啥 这封夜如果大就好好的消 因为你的夜太大 那个人为什么比较早的 就清闲起来呢 夜消 也不要难过 前世在前世的业力 人与人之间有差别 有的人富贵贤人 你知道吧 如家宝玉说 富贵贤人 他就没啥业要消 但后来没想到一个很大的业在 那叫爱情 他也在消这个 别的不用消 哪有家宝玉到外面去谋生的 从小就是老太太太太关怀着呢 每天游荡着呢 把光阴续致啊 把岁月空天 很闲冷 但是来到这世界上 并有业的啊 他的业不在于劳苦大众那种 谋生的业啊 家宝的业就是进入爱情这个魔障子 完了